大家好,我是Stephanie 我們這次入住墾丁厚灣的一間民宿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間民宿就在海生館附近 然後前面就是海景 距離墾丁跟恆春之區也大概十幾分鐘車程 這間就叫做厚灣發宅 然後外觀是清水膜很簡約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然後入口在旁邊 變成入口之後就會看到我們的大門 然後出入可以用房卡感應 一進來就是櫃檯跟用餐區的部分 旁邊都是清水膜造型 非常的精緻漂亮 哇,好喜歡這種風格 這是櫃檯老公在訓練 坐電梯上樓 我們的房間在三樓 電梯出來,我們房間是302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箱我們的房間 然後放它 它的門是感應所的 然後房卡它在這裡 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 房間很深 而且是半圓形的 整間都是清水膜 而且其實 你一進來就可以聞到有一個淡淡的木頭香很香 床邊 這個是音響 然後它面紙盒做的也很精緻 這是三角形的 旁邊有兩個燈 一個是 閱讀燈 它現在沒差點 然後我們看到床的部分 上面都有他們 發窄的發子 這邊有一個腳凳 木頭搭配清水膜 就不會那麼的冰潤的感覺 看到這裡 是一個桌子 有點像書桌的部分 下面這裡有電話 WiFi的密碼上面也有 然後這邊看過去很漂亮 一樣有一個閱讀燈 在這邊 再過來 是雙人沙發 對著電視的部分 沙發很可愛 是方形的 它往上看是天井 它雖然是不透明的玻璃 但是它有這個採光 我覺得 設計都是有巧思的 飲水機櫃子旁邊 這裡是出架的部分 是金屬的桿子 金屬管 然後這裡有一架可以掉衣服 然後它下面這邊 它剛剛有說這個拖鞋 是送我們的 但是我們家裡太多拖鞋 可能也不會難 上面一樣也是有硬貨彎發展 你需要這朋友 來入住也可以拿回去做紀念喔 剛剛跟我們介紹這個是熱水器的部分 出冷水會亮藍燈 出熱水會亮紅燈喔 我覺得炒 所以我可以按著 這邊 就會關掉 然後這邊有一些茶包啊 這個茶包我還蠻喜歡喝的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 他說這個 華針在東港還蠻有名的 是一間有名的糕餅店 因為我是東港人 所以他講到華針 我就 莫名的 很有親切感 然後一樣有兩個杯子 杯子設計的也很可愛 上面有 羅安發展的 杯墊 那個杯子 然後 飲水機的下面 是冰箱的部分 小冰箱裡面的部分 還有附飲料 他說這個是免費可以喝的 我們順便把我們的東西冰進去 那看完臥房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對面 是陽台 是陽台 本上如果天氣飄移的話 可以在這裡看星星耶 好期待 這裡完全露天的 所以它 會有風可以吹進來 還蠻舒服的 然後從 陽台 往旁邊 這邊 這裡是浴室 洗手台 這邊是Stephanie 基本的 冠洗用品 牙刷 浴帽 泡澡劑 洗手乳 這個好像是無印良品的 我家有一罐 類似的 我家是泡沫款 這裡有吹風機 毛巾 毛巾上面 也是一罐仔的罐 洗手台的後面是 廁所 廁所的部分 是免治馬桶 我老公的最愛 然後它廁所旁邊是 偏大玻璃 它上廁所被看到的話 其實上面有拉鈴可以拉下來 看完廁所 我們往前走 左邊就是淋浴間 乾絲分離了 一樣 怕害羞的話 可以把拉鈴拉起來 這是上山彩藥系列的 洗髮乳跟摸浴乳 然後走過來 這個很厲害 它這個是 看得到海景的浴缸 超深的 陽台的門可以直接看過來 不過剛剛 老闆娘請求我們 建議泡澡的時候 還是要拉一下拉鈴 因為可能怕會嚇到老人 所以上面有拉鈴可以拉下來 但是很漂亮喔 外面是海景耶 嘻嘻 這個 那道また陰 whose name 我叫山蜜 這邊也會顯示耶 彩指還蠻好的 它很特別是它如果要開機的話 碰它上面這邊就可以了 像我這樣它會關機 這樣它就會開機 所以要開關機就是觸碰上面那邊就可以感應到了 其實房間的照明不亮 就是靠外面 然後看到這裡 魚餓 縫隙 這是靠外面的燈來打亮這個房間 外面做了 等一下準備一起搞睡覺囉 那我們接下來放水 欸靠 喔 要記得 塞子 不是旗子 是塞子 好啦 那我們就等熱嘴 放完 還有放一包 乳衣 好 可以 好 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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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啦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 早餐在樓下 早餐 飲料可以自己選 我點了熱牛奶 早餐 早餐 吃早餐 小麻味 ί筆 是嗎 看看 嘻嘻 準備退房囉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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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切的老闆娘還在 門口等我們走 哈嘍 好那我們總結這次來 住墾丁 豪灣法宅這邊的感想 環境是在海生館 附近它離市區的話 也是蠻近的 大家也看得到他們前面就是一片海 從房間看出去 海景也蠻漂亮的 然後房價大概四千多一碗 住一碗有附早餐 然後早餐其實蠻好吃的 就是簡單的調味但是 食材是新鮮的所以吃起來 也蠻好吃的很大的優點是 老闆跟老闆娘他們 很親切但是也不會到過份熱絡 這點我還蠻喜歡的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 11月來的關係它風很大 給大家看一下 好恐怖 他們好像有落山風 最近風比較大一點 還有一點很可惜的是 昨天晚上沒有看到星星 沒有雲的話晚上看星星應該是 會很漂亮很浪漫 看看星星啊聽聽海聲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今天 民宿分享就到這邊 下次有機會住到比較特別 或是比較值得推薦的民宿或是飯店 那我再推薦給大家 那我是Stephanie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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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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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